无礼古镇退去昔日繁华 还保留着怎样的原生态 花叶菜 诺罗斯 品尝春味追溯田园生活 贵北古村集结文化瑰宝 大户人家家宴还保留着怎样的特色 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春游古镇绝美中国 逆水行舟上桂林 落翻顺流下广州 广西桂林的大戏古镇位于黎江北岸 距离桂林二十公里 自古就是贵北的水路码头 一个小小的古镇就有十三个码头 比桂林式的码头还多 六百多年前 大户古镇就已经是商谷原籍 各种商行应有尽有 最多的时候 可以同时容纳一万人在这里赶须 这里的繁荣 也使其成为广西古代四大户镇之最 大户古镇随着黎江水运而兴起 也因为黎江水运而衰落 虽然时代的发展 让大户古镇退去了曾有的繁华 不过却也让大户保存了当初的样子 成为国内少有的几个原生态古镇之一 这里就是唐房码头 在北伐战争时期 孙中山从广州坐船来到这里稍作修整 在这期间他做了一场非常生动精彩的演讲 在演讲当中他提到 希望早日时间能被统一 我们古镇有十三个码头 从这个台阶上去就可以到达古镇了 整个古镇连江城一字形沿坡而建 古街店铺形成虚航 建筑多为青砖青瓦的明清至民国的格局和风貌 前沿出挑 齐楼相连 这条街就是我们在民国时期 你看下面都是青石板铺旧的 大虚古镇是有八大街十三个码头 那我们这个码头它也分不同的作用的 比如说这个码头是用来卖米的 大虚古镇的主街长古里 当地人又称无礼古镇 经历了千年岁月沉淀 清幽的石板路在岁月的打磨下 变得愈加光亮灵性 漫步在幽长的石板路上 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这些就是桂花糕了 你看 纯手工的 尝一下它的口感如何 谢谢 这个是肉口极花 非常好吃 怎么样 好软肉 很有桂花香 很香 在中国十六个以桂花为式化的市县中 有两座城市最为知名 一个是杭州 再有一个便是桂林了 桂林得名即来于桂花 桂树成莲乃为桂莲 桂花糕以去皮绿豆 白云豆和天然桂花为原料 制作而成 细软滋润色泽淡黄 老周做的桂花糕在古镇颇有名气 看着老周压着的桂花糕 记者和小丽也忍不住 想要亲手压个漂亮的桂花糕 这个手需要扶着吗 压下面是不是 压上面 这个手要压着这一点 然后往下压 不要给它动 就一个手固定一个手压 我再来试一个 我们这第一次做 总感觉这个动作没有老板那么熟练 一个压着的动作还是需要很多巧劲的 小丽和记者反反复复失败了很多遍 终于压出了满意的桂花糕 转转 哇 可以 成功了 来 珊珊 这可是我们亲自做的 就应该带一盒回去 桂花香气甜蜜清新 除了做桂花糕 古镇上还有一道桂花凉粉 冰冰凉凉 切人心脾 是清热节可的必备甜品 哎 珊珊 我们这次来春游啊 一定要吃这个叫春天才有的特色美食 春食 对 接下来我就带你来尝一下这个 清华 也叫清华 本地说法就是爱业吧 那县里面有花生 有芝麻 有桂花 很清新 嗯 里边的馅 还有一股桂花的味道 是的 桂花是我们桂林的这个特色嘛 除了桂花 梨江春季的小和虾也是不可错过的美味 先生你看啊 嗯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梨江里面 打捞上来的小虾 再加上里面的这个瓜子 仁 芝麻 制作而成的 然后呢吃起来就会特别的香 你听说过嘛 我们这有个说法是英雄难过美人观 美人难过酸叶探 酸叶是广系的方言 意思是酸的东西 主要包括腌制后有酸味的水果蔬菜 而在桂林则更直白 直接把它们称之为酸 我们来检验一下我们是不是美人 好 那我们来尝一尝 好 咱们这个酸叶是按斤卖还是 按斤的 13块钱一斤 随便挑 随便挑 我们尝一口 我喜欢吃窝笋 好酸啊 这个还是叫酸吗 那个更酸是吗 那个不放糖的 这里面放了冰糖的 在好奇心的趋势下 记者决定尝尝最酸的酸叶到底有多酸 熊奶奶给记者挑了一小块羊浆 这个真的好酸 你尝一下 那个酸多了 这个不放糖的 但是吃起来 吃起来很爽口 你的表情已经变了 出败了你 来到桂林 怎么能不吃桂林米粉呢 小丽大记者来到了当地 一家颇有名气的米粉店 你尝尝那个锅烧 就那块 这个太肥了 我不敢 你试一试不腻的 是吗 我尝尝 怎么样 它是酥脆的 我看那个价格好像很便宜 很便宜是不是 一两四块钱 二两才五块 对 所以我们当地人都喜欢吃 又精进又实惠 而且特别的美味 小丽告诉记者 桂林米粉关键是在卤水的制作 火候 配料 熬制时长 都有可能影响整个米粉的口味 老板一天能卖多少呀 平时能卖一千多网 遇到逢年过节有两千多网 来古镇除了可以品尝美味 更重要的还可以欣赏到很多百年以上的老建筑 离江边马河口 一座石桥跨过马河 连接着两岸的街道 这座桥就是大旭著名的万寿桥 万寿桥上走一走 活过九十九 万寿桥下游一游 一世生活不用愁 这座万寿桥始建于明朝 清光绪二十五年重建 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 远远看去 两岸简单古朴的民房映照着石桥 颇有一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 大旭古镇它是一个虚镇 这个具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虚是什么呢 虚是吉士 赶吉的意思 原来我们这个虚镇因为大 所以取名大虚 李书记告诉记者 来大虚玩 不仅可以逛古镇游离江 还可以摘草莓爬瀑布 体验乡村民俗文化 我们大虚位于这个 黎江五A级景区之内 同时我们镇里面还有 古东部部 逍遥府 还有东立古城 包括大虚古镇 四个四A级景区 以及我们的这个 毛泽岛乡村旅游游家区 听了当地人的建议 记者决定第二天 去黎江对岸的毛泽岛 体验一把田园生活 我们现在来到了毛泽岛 就是大虚古镇的对岸 据说在这个岛上 有一家农庄 那里的老板娘 是咱们的岛花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 岛花家看一下 走 今天带朋友来玩 是的 春天来到我们这里 等下带你去尝一下 我们春天特有的美食 等我们拿上锄头 我们去挖轿头 回来炒腊肉 好期待 岛上的田园生活 保留着原生态 经过跋山试水 终于跟着岛花 找到了传闻中的春味 来 你们猜一下 这里哪一些是可以吃的 好多种类啊 分不起 有能吃的 我跟你说 这个 这叫椒头 它好像小葱一样 它还是这样的头 它才叫春天来了 你看这椒头 要就不长 要长就一窝窝地长 原来椒头就是这个东西 据当地人说 椒头是越挖越旺的野菜 今年挖了它 明年它会在同样的位置 长得更多 野味好吃 采摘不易 力气小了挖不出 力气大了会扯断 记者和小丽连挖带转 折腾了好大一会儿 今天的收获还是很多的 这够炒一个菜吗 不够 我还得去前面再去挖一盘 走走走 要出发吧 看来想吃个好吃的真不容易 挖完野味已是大汗连离 不过任务还没完成 接下来记者还要去摸野味 大家猜一下我们在干嘛呢 你看我们这一身装扮 我们去抓螺去 与挖教头讲究技巧不同 摸螺可是要靠运气的 手伸到水里的石缝中或河底的泥沙里 慢慢摸索 运气好一次就能抓到三四只 摸这个有窍门吗 没有窍门 靠运气的 靠运气 我这一片感觉已经被自己摸光了 我抓到了 我抓到了 而且我这几个特别的大 我也是 来来给我 今天晚上的螺丝鸡就靠你们了 好嘞 加油 加油抓 一听到要吃螺丝鸡 大家的干劲更足了 要赶紧摸摸多一点 今晚晚餐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吗 差不多了 我还想继续 毛州岛以田园生活为主 野味野趣十足 百香果园 火龙果园 琵琶园 猕猴桃园 一年四季水果不断 来到我们毛州岛 春天一定要来赏我们毛州岛的桃花 我们桃花园的话 有二十多毛 你看是不是跟你们印象中的桃花 颜色有点不太一样 对 平常都是粉红色的是不是 是的 那我们这种的话 是观赏性的桃花 刚好跟它是错开的 而且它的半数更多 对 它是互半的 多层次 给我们在桃花园走一圈 走走桃花园 在一片花海中品尝一份 精致的甜品桃椒炖奶 别有一番风味 上满桃花 一大桌春天的美食 已经在等着记者了 这一盘呢 就是我们今天挖的这个 野椒头炒腊肉 来尝一下 快尝尝 尝一口这个野椒头是什么味道 这个野椒头 其实还是有点那个小香葱的味道的 对 一般都是配上这个腊肉是吧 对 一般都是配上这个腊肉来炒 我们这里呢 开春吃了这道菜 才叫春天奶的 这个季节 岛上随手都是春天的味道 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桑胜芽 就是从我们后面的果树上采加的 这件是桑胜树吗 就在后面 很好吃的 而且的话它很轻火 桑胜树真的浑身都是饱 桑胜叶也可以吃 桑胜果也可以吃 也可以做酒啊 做酵素啊 熬糕啊 那个桑胜的皮啊 你感冒啊 红绒痛的时候啊 你刮一点下来煮水 一下就好了 豆腐酿 又称豆腐圆子 口感紧实 味道鲜美 我第一反应是吃到了 那个马蹄 最最的马蹄 还有还有那个猪肉特别的鲜 看着一大桌子的美味 记者最期待的 还是这道螺丝鸡 重点来了 中头菜来了 里面还放了我们本地的酸笋 确实有点像螺丝宝的味道 但是它是干的 味道很浓 很入味 春天正是草莓丰收的季节 在大徐共有两千亩草莓 每逢节假日 来这里体验踩着乐趣的游客 络绎不绝 好甜 好吃 这个有奶香味 对 它特别的香 这个品种 我帮你摘两个 我们的这种品种 谢谢 谢谢 这个好大 草莓不要 不是说一定要大和小 一定要小的漂亮 所以说它口感才是 这好厚 对 多少钱一斤 现在下地采摘的话 是二十万一斤 距离大徐古镇两公里的朝田河畔 还有一个以贵北风情的 古民居建筑艺术 年间传统工艺为主题的村落 东骊古村 这里拥有 离江流域灿烂的传统文化 和悠闲的乡村生活 记者决定 跟随小丽 来一场穿越之旅 哇 这个牛车 我们第一次坐 感觉好兴奋呀 这个体验太特别了 这个水非常的清 而且其实现在水很大 是的 正是我们这个游玩的好时期 坐着牛车游古村 仿佛时光倒流 东骊古村的房屋 保留明清时期 贵北民居风格 田园如桃园 溪水从从流向远山 对岸山风如带 清竹秀逸 云身烟龙 小丽告诉记者 在东骊古村 还保留着多种 贵北民间传统工艺 游客来到古村 可以来一场深度体验游 珊珊 你吃过辅猪吧 那当然吃过了 那你知道怎么做吗 那还是略有了解的 那你应该没做过 但是做确实没做过 走 咱们去试一下 好 做辅竹 先要把黄豆磨成豆浆 放入油酱 滤出豆浆中的豆渣 将豆浆上锅 稳火加热 表面的油脂成膜 就是我们要的辅竹了 好 现在姜已经煮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撩 这样撩起来 就变成辅竹了 你看 从这边 这个边缘 把它切开 沿着边缘 这个是最关键的一步 从这个地方 这个部位 一撩就起来了 用手吗 对 就这样 你不看吗 直接用手 看着 过去 一次成功 成功 刮起来 我来一个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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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很好 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 亲手做的辅竹 接下来 记者要体验的是 贵北地区的古法榨油 又叫飞锤榨油 榨油的第一步 是将茶籽放到木桶里蒸熟 这个放在这个细细的空中 空满一桶就 慢慢弄吗 慢慢弄 这么沉呢 这是多少斤啊 师傅 我们一起 剪不到斤左右 将蒸熟的茶籽压实 就可以榨油了 你别小瞧这个榨油用的大家伙 是油房老师傅 洪德珍的传家宝 至今已经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了 洪德珍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 但飞起这个榨油锤 可是丝毫不含糊 走在东里古厕的青石板路上 远处是云雾缭绕的青山绿水 身边是青砖带瓦的古老院落 你看好多小姐姐都在这拍照 真是不错 这个里面好像很热闹 很热闹 我们去看看吧 我看看 小朋友们 你们在干吗呀 太硬 太硬 这就是太硬呀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对 你们这么棒啊 按一下 按一下 我给它用力 好的 就这样 然后按这个的时候也要轻轻的 然后现在用稍微用一点点力 它的花花就出来了 在东里古村有很多适合小朋友的 亲自乡村体验活动 比如踏验 扎染 捏桃 这些操作简单 趣味性高的活动 不只就是轻体验 就是希望小孩子可能是更多和家长 在家长陪伴了一下 就把我们古村很多那种手工艺人的 他们一些飞椅 手工艺 想让小孩子在这边去体验去学习 置身于东里古村的美景之中 美食必不可少 记得发现有游客在桥上长廊就吃了起来 我们从桂林来的 桂林市区 怎么样啊 姐在这儿 觉得今天来这里刚好天气很好 加上这里的水很清 就是觉得心情很好看 小桥流水里的 然后原汁原味的都是 那些建筑都很古朴 一边看着这些流水 一边吃饭就很有意境 很有氛围 就像在市外桃源一样 在这么风景优美的地方吃的话 肯定比口也好一点吧 好玩嘛 好玩 我特别喜欢这里 猜猜我们在干嘛 你看我们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竹帘 接下来我们要去围帘捕鱼了 走 走吧 围帘捕鱼是贵北传统的捕鱼方式 需要参与者齐心协力 把竹帘围在一起 将鱼赶到事先准备好的容器里 这项活动可是很讨厌参与者的默契的 一旦竹帘有缝儿 鱼就会从缝隙中溜走 出发 鱼呢 我们来了 好期待 这个还是挺费力气的 有个底下的石头 你看 你看 要这样的吗 要赶它是不是 要赶它 赶它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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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有趣 这很有趣 鱼 看到鱼了 你看到了吗 那里 那里 真的 继续往前 这是 继续 维莲捕鱼的乐趣在过程也在收获 瞧着两条大胖鱼 一不小心还钓了一条 夜幕降临 忙碌了一天 不正还有哪些美食等着我们呢 中国人自古好客 设宴款待客人的习俗流传之间 贵北家宴注重礼仪 蕴含着礼江流域相饮的文化气息 每道菜肴更是包含主人的深情厚意 来 尝一尝这个蛋扣 哦 蛋扣 蛋扣呢 是我们在贵北 我们这边的一个特色菜 它是放了馅儿 但是它其实还是面粉多一些 对 对 对 面粉 但还有猪肉 那为什么一个面粉做的菜 反而是很隆重的呢 这个面粉看起来现在特别的普通 对不对 其实在明清时候啊 非常的金贵 因为是靠进口才有的面粉 但是大须呢 它为什么常见呢 是因为大须啊 当时在这个香跪古道的一个货物中转点 所以在大须啊不缺这个面粉 我们就用这个来招待最金贵的客人 而且呢 一直延续至今 菜鞋无缺日 烹饪有秘方 古诗的大户人家将对贵客的美好祝愿 寄托在一道道菜肴上 代代有福 团团圆圆 洋洋得意 算盘一响 黄奸万两 这份细致周到的用心和仪式感 在东黎古村继续流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品